在世界盡頭的比方 有一座沒有盡頭的高塔 有一群人住在那座塔上 他們全都是小孩 在塔上相依為命 堅強地活著 米塔和孩子們奔向塔底 這款遊戲出的時候 我其實就還蠻想玩的 現在我們可能要先調整一下音量 音量有點偏大 整個的風格還蠻棒的 那鯨魚是否知道塔的鏡頭有什麼呢 搞不懂耶 他會不會知道沒有失誤 這遊戲是一個有點像Rogelike 應該是Rogelike 我每次都會唸錯 但是會有劇情的推進 塔的鏡頭 那裡有什麼 希望將來我們得知 我們可以得知啊 然後是 塔上的孩子們 我在看著你們 你們雖然還很年幼 卻擁有堅強的心 成為戰士勇敢的奮戰吧 誠心祈禱並奉獻吧 請務必要克服考驗 阿 塔上的孩子們阿 我在看著你們 總有一天會打通通往地面大門 在那天之前 之前 Day 1 我們有40個麵包 每天會消耗一個 我們總共有5個 第一天 今天小巧而虛無的塔上的孩子們 他們存在首吃貨的確認那一天 吃下面包 讓蒟蒻生命得以延續下去 我看他 我們的方式是每次只能選兩個人下去 然後可以拿到一些食物 食物可以讓我們持續存活 然後 它是一個卡牌類遊戲 米塔是指 住在塔上的孩子們 深入認識並協助他們吧 實際成熟時他們將成為戰士 這有種給我 像 就是 欸 約定夢幻島的感覺 不過在那之前 我看一下我們可不可以把 音量再稍微 調小一點點 好 這樣子 這樣可能會剛好一些 知道啦 欸欸欸 按錯了 按到返回標題了 Sorry 可以啦 我們應該可以從剛剛那個地方進去 好 再跳過一次 回到剛剛的進度 好 嗨 他的 他的那個滑鼠位置 尖頭是對著右邊的 感覺真好 就像有人在守護著我一樣 好溫暖 希斯塔 他的名字是希斯塔 那你是誰 你是艾依 今天也輕飄飄的 其他孩子的臉都模糊糊糊的 我也打不開這個盒子 一切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阿你呢 肚子餓了 有沒有哪裡可以撿到吃的 哇 家譜 你呢 他是伊格 風吹起來真舒服啊 精靈也在守護著我們 五個孩子 阿咕一個去哪裡 嗨 妮特 還是確認過剩下多少麵包 然後等他打掃 到時候有瓦力才太糟了 OK啦 我們現在要選擇的是 結束這一天 等一下喔 我們廠上有什麼嗎 崩塌的廣場 象徵著聚落貧窮 若獲得祝福式祈求 也許會有一些 可以修復就是了 對 這裡應該是都可以修復的 所以我們有聚落系統 全損 這個是戰禮的祭壇 OK 目前看到現在 大家應該覺得好像還不錯吧 骨頭 哇 超大隻欸 我們今天應該是 沒什麼事情可以做 我剛點到了什麼東西 其他的該不會是指說 我們還沒有接鎖的角色吧 目前可以隱約看到幾個 在我們跟他比較熟悉之後 或許可以慢慢的把他們的面貌給揭露出來 好 現在應該不能做任何事情 然後 我們要走哪邊去塔底啊 應該先試看看 結束一天 推進到明天看看 J2 欸 不是 那食物怎麼就苦 一下就消耗掉了 孩子注定成為戰士 成為戰士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喔 為了找到吃的東西我也願意戰鬥 有了有了 看一下喔 接受佔領 雖然說建模上是有點可惜啦 你看 角色的建模是有點可惜 不過力會倒是還不錯 為了虎口拿去戰鬥吧 好 體力55 力量3 魔力1 冥結5 愛吃鬼 使用食物時消耗量會增加 然後見識的心得 以武器應戰 用盾牌防禦戰士 連續銜接攻擊威力更強 有時候會自發性的Tim對我擋 攻擊 OK 我們要兩個人下去 所以應該 好 前往塔中戰鬥 讓聚落頂維持下去 然而目前還不夠可靠 深入認識他們並提供指引吧 你呢 尼特 來 我想要變得能夠戰鬥 所以拜託 叮叮 不由自主的孩子 力量好低 魔力3 敏捷2 徒勞 攻擊會失誤一成 然後 見識心得 他看起來不太像見識 力量湧現了 為什麼尼特的臉 看起來一副就是 嗯 很不擅長戰鬥的樣子 好 選了兩位戰士 他們必須潛入塔中 尋找麵包 也必須向米塔挑戰 然後 其他三個人呢 塔裡到底是什麼樣呢 也許會有其他陌生人在 你呢 塔裡就是那很暗的地方 看不清楚啊 打不開的盒子 他剛才講那個 然後還有你在哪裡 塔裡是位置的領域 但考量湯麵包的情況 也要採取行動了 你們兩個咧 斬擊 顛倒時無法發生攻擊 然後 精準發動時減輕更多傷害 這個是問號要解鎖 火把 使用後偶爾會報廢 編入隊伍 OK 要湊齊兩個人 你呢 喔 還可以跟大家一起講話 如果你實為優先的話 都是可以答贏 他感覺厲害多了 倒掉難 將手排倒掉過來 使用後偶爾會爆飛 為什麼要倒掉啊 好 不管如何 目前的 音樂什麼都很棒對不對 可惜就是立會的部分 稍嫌可惜了一些些 好 小心腳鞭 走吧 對不對 但別有一種風味啦 在迷塔冒險 戰士們擁有自己的意志 會只有戰鬥 然而他們還不夠可靠 愛惜他們生命 引導他們前進吧 他們會自動 自動 挑戰謎團別太逞強 看一下喔 什麼時候不做會怎樣 眼前出現一名神秘孩子 嗨 初次見面 你好 這裡是迷塔 有迷團等待你們的塔 我也是迷團之一 我正在等待你們 如果你們希望 我就教你們迷團教學之歌 好 我需要教學 聽聽聽聽 聽聽 戰鬥音樂好棒 按空白鍵 選擇手牌一之音孩子們 按T鍵可以觀看說明 拿到手牌的話 要先確認一下 這個我們一開始就寫了 然後 按R鍵可以發牌 然後 再發到滿意的好牌前 可以重複發喔 好 接下來他要攻擊了 身為劍士 請連續使用攻擊 銜接次數越多威力越強 敵人大多會對我方造成危害 當這個圈圈擠滿時要特別注意 OK 有了 防禦了 OK 不知道我們放在上面 好像會自動攻擊是不是啊 好像不需要 我們不算自動戰鬥 但是他好像有一個節奏的感覺 獎勵耶 麵包 妨礙牌 飲用水 拿個麵包吧 我們是畢竟要拿食物的 食物多一點回去我們會比較有幫助 骷髏戰士 我猜不怕 我要為大家而戰 我想要少找食物 怎麼這麼麻煩 來 欸 遭受到武器攻擊時可使用精準防禦 擠滿圈的時候使用盾牌就可以架開攻擊 差一點點 卡片反轉 應該頭是柄 OK 我可以把卡片做反轉 但反轉效果幹什麼 等一下喔 小心 有了 反擊 欸 這倒吊牌到底有什麼用啊 嗯 目前不知道倒吊牌有什麼用 不知道血量會不會回 連續攻擊時增加為8點力量 再拿個麵包吧 你有沒有不確定這些牌有什麼效果 我們就麵包多拿一點 還可以選左右啊 好 請以圖畫作為提示選擇命運 這邊有一個 這邊好了 營火感覺是休息的地方 嗨 出現一名老人 看來他非常困擾著無法烤他拿著的肉 我來幫你點火吧 肚子餓了 快死掉了 我可不可以 還可以倒掉他 我記得我們有火把 欸 我們不是有火把嗎 還是火把用掉了 哇 好像好像用掉 那倒掉他好了 別做老人家 哇 可惜了 可惜了可惜了 我們的火把剛剛 好像在戰鬥的時候用掉了是不是 因為他說有可能會壞掉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卡牌 對 沒有 沒了 可惜了 欸欸然後我要怎麼把它關掉 好 寶箱 有個奇怪的寶箱 我們只有這些 要不然攻擊他好了 開了 強行破壞打開了 喔 遺物卡 這個非常有價值的卡片 只要持有便會生效 然而這些效果並非全都是正面的 稀有卡持有便會生效 更容易發動精準反應 我開 接下來下面是要去打王了對不對 看起來應該是 又是你 嗨 初次見面 欸 你不是剛才那個嗎 再聽一下好了 喔喔喔喔 居然想騙我 你明明知道了吧 迷塔之勢 無邊無際的這座塔 你們了解多少呢 告訴我們 我會照你們說得準 看來要打架了 我們只有這些 然後倒吊牌 還是不知道可以來幹嘛 好痛 有了 攻擊成功 第一座塔 第一層好像還好 孩子變羽毛四散了 思考著各種各樣的謎團 總之決定先回到聚羅 喔 所以我們第一座 第一層打完就回去了嗎 好 正好拿到五個麵包 還不錯 抵達第一層 肚子餓了 這個謎團是什麼意思 看一下 應該是解鎖一些新東西 米塔的經驗 冒險後可以累積經驗 檢索新的卡片跟事件 米塔也是會不斷成長的 解鎖樓梯間強敵戰 適合追求優質獎勵和少許刺激感的冒險者 好 然後自動發牌或自動配發手牌 什麼意思 所以剛剛是不會的嗎 第三天 有了 麵包的數量相當於生命的數量 結束一天時有幾位孩子 並會減少幾個 要是沒有麵包的話 孩子將無法生存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減少三個孩子 讓他多吃久一點 但有點太殘忍對不對 聚羅怎麼搞的 我什麼都想不起來 我進了塔裡 然後究竟怎麼回事呢 什麼意思 他們也忘記這裡 曾經發生什麼事情 神木附輸了 獻上面包就可以實現願望 獻上面包 看一下 等一下 得帶很多麵包回去還行 不然就沒有東西吃 大家都會死掉 所以我不是說了嗎 食物是最重要的 能戰鬥的我們要好好努力 喔 所以其他三個事還不能戰鬥的事了 如果可以讓聚羅變得更好 那太好了 嗯 獻上面包精進祈禱 一日會獲得祝福 聚羅會變得更加富足 看一下 奉獻吧 然後許願內容是什麼 葉片灑落的光真是溫和 他很喜歡這棵樹 對他喜歡這棵樹 你呢 你要到塔裡去 他年紀還不夠大 祈禱什麼時候不會發生吧 好 嗯 對戰鬥方面不是很懂 看得出來 你呢 你剛才是不是一個人偷偷吃麵包 噢 麵包是要放在那邊的啊 幹嘛不馬上吃掉了 我洗的衣服好像被吹走了 趕快去收啊 好 我們對話就不會全部都念了 因為剛才是一開始 所以照著念一下 現在的話就是大家 我可能會放慢一點 但是大家可以用看的 嗯 但有些特別的話 可能會重複附註一下 那 我還以為他們會為麵包打起來 就這樣沒事情 嗯 一是什麼東西 跟孩子們交談會一起冒險 會累積親密度 親密度越高會變得越強 他是個盡可能工作來幫忙的孩子 所以敢騎牆也很有幹勁 OK 但是感覺起來比較笨 是這樣子嗎 你呢 對著食物有強烈執著的男孩 畢竟要是不吃東西可是會死的 好 目前狀況好像就是這樣子 我們 這已經第三天了對不對 然後按M可以看到 OK他還沒有成為戰士 我們要把他給編路隊伍 然後 走吧 欸如果是家譜先加進來 去找尼特 不知道會有什麼對話 之後可以試想看 走吧 掰掰 路上走路時小心走邊 好 沒有問題 恩 這次的目標是收集 還是以麵包為優先吧 獲得神奇的吊筒 喔 下落還是會有目標不一樣 看一下 吊筒是什麼 可立即返回聚落 但如果在戰鬥中使用 可能會失去收到的麵包 蛤 這個應該是祝福的效果對不對 可是祝福的效果好像還好 恩好像還好 嗨 我才不怕呢 時間不等人 如果拖拖拉拉手牌被重新自動發放 我可以一直洗牌耶 我可以一直洗牌耶 我可以一直丟一隻洗牌耶 麵包 毒麵包 好 那單有一般麵包再拿一般麵包 誰要拿毒麵包啊 對不對 接下來 寶箱 寶箱應該 用敲的吧 好 仔細看好像有膠衛 等一下有膠衛 所以防禦看看 爆炸了 好險 蟬頭手金 稀有卡 持有便會生效 敵我雙方的攻擊 變得必定命中 那我們上一輪拿的東西 三輪拿的東西是不是 不會拿回來啊 除了麵包之外 有一個像傳送門包什麼東西 問號看一下好了 但這個裂縫包什麼 看一下裂縫好了 反正問號一定隨機試鏡 喔 別人在對面啊 欸 欸 欸 喔 節奏蠻快的欸 嗯 節奏蠻快的 可不防禦可能按得小心一點 欸 他的 箭頭是對著右邊真的有點不習慣 好 妨礙卡 對不對 箭頭對右邊有點不習慣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他改回來 因為通常習慣 點的地方是在左側 喔 突然周遭被一片黑暗包圍 密到 密到 看一下 火把 喔 想必不必遇到敵人就可以前進 喔 什麼意思 我們可以跳過王關嗎 是這樣嗎 欸 對 我們跑第二層欸 雜亂樓 然後他的 吊鎖 我們現在應該不能用吧 所以我們如果要用那個的話 勢必代表我們 要上屍麵包 欸 又變黑了 等一下 我們這裡應該沒火把了 欸 還有 找到什麼嗎 恢復光明了 所以我們站到的時候盡可能不要用火把也比較好 持有生肖 敵我雙方承受傷害變1.5倍 所以有時候有些卡片不見了是好的 火把還在 所以我們拿麵包吧 多拿一點回家 會比較安全點 左邊這個Help Help 看一下Help好了 雖然說左邊我也蠻好奇的 我們去右邊看一下 等一下喔 嘿 攻擊攻擊 圈圈在 喔齁 有點像殺戮尖塔裡面那個刺客 第二個角色打起來的感覺對不對 就一直丟牌一直丟牌 但是他這個可以一直選 但我不知道他重置會有什麼負擔 但感覺起來好像沒有啊 有偶的孩子被留在了米塔當中 不能讓孩子們就是上命 必須打倒敵人 拯救他們才行 好 好痛 OK 預備 死吧 成功 我們拯救了一個人欸 嗨 得救了 阿得救了他會回到我們那邊去嗎 籠罩一片險峻的氣氛當中 哇 這是有點槍的感覺 哇 好 OKOK 有時候武器會去倒掉的欸 所以我們要小心一點 OKOKOK 沒問題 對 這個拿到倒掉的武器可能會 我們可能會受傷嗎 有可能 可能即時抽出來有點擔心 箭雨盾 4點力量發動攻擊 減輕6點承受傷害 拿個箭雨盾好了 麵包我們今天有10個了 欸 第三層 我們要什麼樣的狀況下 才可以回去啊 總不會是戰死吧 看一下 放棄冒險 有個奇怪的寶箱 所以我們要回去的話 就必須要損失麵包會不會 看起來沒什麼 嚇他 等一下喔 我們現在可能需要用麵包回一點血了 他現在有點受傷 但我們 這時候是不能用東西了是不是 對 是不能用東西了 等一下 痛 喔喔 詭異的傢伙 這傢伙好詭異 我們吃了兩個麵包 喔 一次會消耗兩個 沒有兩個人嗎 毒麵包 飲用水好了 我們可以回一點血 但這樣我們這趟只拿到8個麵包 嗨 你好 眼前出現魔術師 和我戰鬥 戰鬥狂魔術師 好 火焰爆發 等一下喔 防禦 蛤 還可以防火喔 還可以防火喔 他爪可以幫我們自己打屍 欸 還沒有不見 哈哈 我現在什麼表情 笑臉還是悔恨焦家 沒有鏡子看不到啊 給他最後一擊嗎 給你水啦 老爸 讓你喝水啦 為何讓我永遠活著呢 你這個怪獸 這算是溫柔 又或是對我的懲罰 這副神曲已經辦不到任何事情了 喔 就這樣 還是我們其實應該要宰掉他 會不會 我們其實應該要宰掉他 媽 BOSS 然後 兩邊都是一樣的 趕快起來有點危險 嗨 發酒瘋 有時會不受控制 情緒亢奮時會失控 由於他們的抑制行動將會變快 效果也會提升 但偶爾會反抗選擇的手牌 從肚子裡涌現出力量了 好喔 肚子裡涌現力量 肚子裡涌現力量 拿到柄到底會怎樣 OK 有了 好 目前 其實前幾層我覺得 危險是還好 嗯 沒有什麼危險的 第四層 前方不是鬧著玩的 想笑就剩現在吧 想像中段目前的冒險 有個方法可供使用 好 好 放棄 他不是說可以按放棄嗎 不行啊 你騙我啊 這裡似乎可以好好休息 乾燥的木頭 我把牠擠 什麼地方才可以休息啊 這裡真的是個很奇妙的地方 賈普對蜘蛛塔裡的事情是怎麼想的呢 是個麻煩的塔 為了找食物但是洞子又更餓了 裝一堆食物的箱子啊 繼續前進嗎 看一下喔 我們 有回血了 那也可以再撐一下 找到麵包 水喔 哇 他沒有放棄的按鈕啊 不是說我們可以放棄離開嗎 算是我們是可以直接 用那個桶子掉回去 前方有巨大的牆壁 無法前進 牆上有個塗鴉 塔真的有鏡頭 去吧 前往地上的樂園 齁 塔的鏡頭 恩 喔 還是回去了 嘿 好啦 至少我們成功活著回來 我剛才很怕他會死掉欸 血量很少 喔 賈普 剛剛血量剩超少還不受控制 欸 哇 差一點點多開了一個 第四天 吃光 欸我們不是拿了一堆麵包回來嗎 欸不是 我們剛才不是拿了幾十個麵包回來嗎 欸 居肉怎麼搞的 嗯 進了塔裡然後究竟怎麼回事 喔 所以他們其實是會忘掉 喔 有啦 麵包帶回來 所以 他們記憶會留著嗎 塔真的有鏡頭去吧 前往地上的樂園 喔 但是有些東西會留存在腦海中 嗯 有些東西會留存下來 啊 神木的祈禱 我還以為是剛剛那個桶子 原來不是啊 透過祝福在冒險中獲得注意 會有正面的變化 所以我們先修復個 居然像 泉水好了嗎 應該是要喝個水吧 哇 泉水湧出了 裡面有魚 似乎應該調查一下 欸 新來的那個孩子也加入我們了 在塔裡遇見一個神秘的事情 孩子們找到了與樂園相關的塗鴉 嗯 有樂園的存在 塔的鏡頭有樂園 喔 雖然他們全都失憶 但是可以藉由在塔中找到的東西 去回憶起來就是了 嗯 好像在那邊聽過 是個有許多食物的地方 嗯 在夢裡有聽過啊 關於塔的鏡頭 預言書上也寫了 喔 它是一個預言師嗎 也是在夢裡夢到 想看看金正樂園啊 欸 我認為地上有樂園嗎 有吧 大家都說有啊 欸 等一下 那 我們的存在是什麼 我們可以跟他們講話 跟他們的親密度 那我們是誰 我們是天上那個光嗎 但也不太像啊 還是剛剛其實有講 只是我沒有注意到 我們到底是誰啊 啊 挺有趣的 啊 畫了一個小小的塗鴉 增加了 還有孩子被留在塔裡 拯救人命優先於一切 務必設法救出他們 好 可以 沒有問題 可是孩子越多 我們消耗食物也越多 對不對 孩子們終將成為戰士 所以目前是 之後應該可以 然後有驚嘆號是我們可以對話的部分 不過這些就是要等到我們下一集的時候啦 目前看到現在大家還喜歡嗎 它的價格好像是大概300左右 然後打特價之後200多 所以我想你如果喜歡這種類型 除扣利惠的部分 我覺得神體是都還蠻棒的 但利惠有它的特色在啦 如果你沒有打算買 或是還沒那麼快要買的話 那又喜歡這個系列 就陪我們一集一集去探索下去吧 究竟這個米塔是什麼東西 我們又是什麼東西 結局又是什麼呢 我們是下一集再繼續努力下去啦 下一集見 拜拜